大家好,我是名之声,欢迎来到Ludum Dare第45届游戏制作比赛 Start with Nothing,开局什么都没有 其实从上一期的这个看下来应该翻成从一无所有开始 这样一个名字可能比较好,因为有的时候就是 开始的时候给你一个东西,它名叫一无所有,对吧 好的,我们本次进行的是48小时单人组的前十几名的游戏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Emodillo子弹球鱼 我是个球鱼 你就是个球 我有三格血,哦,我知道了 这怎么操作 来 对,这和那个 之前有一件也是什么牺牲自己的血量来当子弹的,对吧 这类的还蛮多的 还有那个售货机的游戏也是 不过这边呢,你在滚动的时候能够完全无敌 荫量有点轻 诶诶诶诶诶诶诶 等下能不能暂停啊,不能暂停的话 哦,死得好惨啊 从头开始吧 来 所以并不能直接那个对吧 因为没有翻滚时间没有那么长 那还挺硬核的 就不能中途开始吗 天呐 哦 好像没关 天呐好硬核啊 主要是总共三个血 没有无敌时间 崩了就死 那我不如趁着简单的时候多攒攒 有没有这种 原来还有不同攻击方式吗 我要攒着 上面的老鼠是怎么回事 一地鸡毛 它基本没有做巡路啊 就是纯粹向你接近 因此反而还蛮难受的 只有一发子弹了 不要单纯的堆砌数量 哦 Boss来了 是 鼠王亲自登场 它连个动画都没有 还不如咬咬尾 什么 我来观察一下它的弹幕就可以了 好吧 我觉得它的手感稍微有一点点差 看它有没有更多的攻击模式 好像没有了 你看它这个连动画都没有的样子 我估计是时间不足了 所以没有做下去 那我就不那个了 我申请复活 主要是这个阶段上来很容易出剑杀 因为你的冷却时间挺长的 好的 下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SWN 看看教程 WSA第一多 到这个就是赢 碰数字才能有操作 空格或者J可以使用操作对吧 对 2就是两段跳 掉下去会死 这个是永续的 有K 是那个冲刺 但是这个鼠标在这儿 让我觉得单法会不会还要有鼠标啊 我有点担心 先把它拿掉 我都冲到好快 上 上方 两连冲比两连跳更高 这还挺刺激的 8 无限 上 好难 哇 这个反而 反而很容易 那个 好 最后一个挑战 然后你就要从无开始了 上 升 哦 那边有一个3 好 这是终继点 哦 有终继点 好 5 无 无限 哈哈哈 他左右冲的时候很容易出问题 因为你冲完之后再按左右仍然可以移动的 就很容易那个的 有没有鞋架 有 什么 但是 WSA 这个操作对我来说 不是很适应 我是 我是右手键盘 我是右手方向键流的 大多数这类游戏呢 都会给你 就是上下左右键 也能来 但是这个没有 对我来说 就有点尖 好 好了 你知道如何玩了 接下来要开始有创意了 啊 结果是制作你自己的关卡吗 按S个键开始房间编辑器 啊 是的 怪不得有鼠标 我知道了 我知道为什么这个游戏 为什么它 有那个什么玩家设计的 关卡放在这里了 我先自己弄个东西 然后存档一下 这样呢 我就有这个文件了 然后我可以去把它给 换掉 好 好的 这是其中的一个关卡 我来看看 行 这不根本不行吗 你看什么玩笑呢 哈哈 没有呀 只有一呀 真有这种操作 可是 接下来呢 哦对 这里也是一样的 好 有了二了 好 这个没有中继点 着实难 哦 好难啊 不行这个 哎 它如果有中继点又好了 我来制作几个中继点 这个中继点是 它那个 就是制作完成之后 留下来的 就是比赛结束之后才增加的 我觉得可以 没有必要在这边强求 对吧 哦 好 可以 哎 这个就真的是 没想到还有这种操作的样子 虽说这个作者也挺鸡贼的 开始什么也没有 我做了个教程官 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啊 这边用跳 因为跳的话 高度没有那么高 射 好 这边是要用冲刺 好 好 到了 OK 好的 我来看看下一个关卡 天哪 行不行啊 不过看起来没有上一关那样的操作 好 好硬核啊 我不用 我不用右手的话 真的不行 左手上下左右对我来说 无法做到精确 上面有冲击点的 好 好 好难啊 有没有减速功能 官方减速功能 哇 这个 他有的时候也 可能是我按键完了 终极点到了 这个需要非常精确 这个需要非常精确 赢了 哦 哦 原来还有两条道路的 他做了两条道路 哦 可以直接过去吗 直接过去 距离好像正好不够 这还真妙啊 哎 蛇 可是连跳也不行啊 对应该就是这么操作 要非常精确才行 好 哎 杀 我觉得 这边这个操作 对我来说有一点难了 我果然还是走上面那一流的 大家可以作为自己的尝试来去 这个看一下 好 这里没有冲击点太难了 我把玩家放在这里试试吧 看看存不存在啊 好像不行啊 好像不行啊 他是不是坑我啊 这个固定是一个失败的地方 但也没道理 应该是有的 要怎么样才能保留 超过一次在这边呢 我觉得做不到 他这个目前做的是有bug的 感兴趣的可以试试走左边这条路 我反正右上已经通关了 对吧 如果感兴趣的呢 在他这个游戏发布页面上面 这一个to.sav 就是我刚刚第二次玩的那个关卡 要把他的名字呢 文件名呢 也改成原本的存档名 放在你这个appdata的这个里面 你最好自己存一次 不然没有这个文件夹 好的下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 零到一百 我怎么像个僵尸一样 如何游玩 来单挑 加入队伍 二加 不是什么 不对 是这样啊 要我选 选题啊 OK 4 可是问题呢 4加42等于46 答对了 哦哈哈哈哈好吧 可是这个零和4对我来说 减号 把他赶跑 诶 我刚刚好像是小房间里来躲的 我复4啦 天呐好硬核啊 game over了 再来一次 那岂不是这个遇到减号必赢 不然的话 死了就直接没了 他的难度应该是逐渐提升 求一个加号 哈哈 加号来了 对 他的小游戏呢 应该是 那啥的 82 小游戏顺势应该是固定的吧 对不对 我6了 这个他做成一个小手游 我觉得也可以 对不对 你是7吗 这是闪避吧 他怎么还增援了 6乘7 来个称号 这也太 上 快告诉我 2乘8万 我已经躲不开了 哇 好难啊 好难啊 没有乘号啦 这样一来 只有7了 加了 哦 不对 加号都是一个样的 对吧 9898 不得了 乘号就是难 我来个乘号 直接上天了 对不对 8 撑8 不过目前来说 没什么选择 数字就是本身的四选一 减号是要在 那个小方框里面躲 没得选 我本来以为 还会有一些策略之类的 目前看来并没有 是否五到七岁幼儿 孩子幼儿 对吧 刚开始学乘号 不过两位数的乘号 就两位乘一位的 还不是很简单 当然了 你也可以自己就主动输 对吧 会烧一点血 但是无妨的 指数 变强了 变强了 来个6 乘号 乘号 哈喽 为什么4要我算厨房 目前他这个联系的还不够紧密 没有什么 披萨 4的话就全都是关于4的 或者怎么样的 对吧 还2233呢 你对我们这个网站挺支持的吗 对不对 我也22 选22乘22 可以 数字也变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这么多90啊 难道是想告诉我 行法理者办90吗 来个乘号 我把加号认输不就行了 但是不计魁步 无以至千里 乘号太难 还是来一个 来个4 来个4 25乘4 直接一步登天 8 上 这 好 来个乘 来个乘 我要200 果然难度还是有提升的 那来个3 乘起来 我觉得他就是这个 氛围什么 做的花的功夫比较多 小游戏做的比较多了 所以你看这个具体的游戏环节呢 开始重复度还是比较厉害的 而且呢 也是针随机 所以呢 没有办法 真的就是 五花八门对吧 那这个减号已经不出现了 喂喂喂 五星了 没看到 我看上面的时候 看下面的时候就看不到上面 哇 还是个假好了 我要反击 我要反击 这个简 来个来个 9 能不能成了啊 哇 天呐 6 50 难道 中间现在已经重复性比较强了 我希望能直接看到结局 不然的话 他如果扩充一下的话 就可以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策略 对吧 然后每一关还会有不同的障碍啊 之类的 为什么这里你也已经变成这样 我要是初始这样的话不就直接过了 对不对 来个话 成好 或者直接先来个成好 然后你就有一种代价已辜 你可能会考虑 这个需不需要先去找一些什么 成起来比较方便的 适合其他的这些这个东西 这个原来是这样的 好了 至少见证到了 知道是什么样了 我估计他确实是在手机移动端上打起来会方便一点 好的 我就不 如果输了的话就无所谓了 就不考虑这个 什么台主号 赶跑 这个赶跑倒是很轻松的嘛 上 啊 那我不要啊 我根本没记呢 我不玩了 我生气 这个就是充满了跌宕起伏 主要是时间慢 时间慢 好的 我们下一个游戏 哎呦 天哪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 恭喜你 你已经获得了自我的意识 干得好 确认 承认 啊 哦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 come to your senses 你快醒醒 你理性点吧 这个意思 啊 第一关 正在校正视觉 请看这些东西 哦 升旗了 这游戏怎么神叨叨的 疼痛之绝 上面还有血量 最后把齐升起来就赢了 哦 不然他肯定会打我对吧 我是一个监控摄像头样子 哦 他这个关卡设计是这种样子的 所以有一个镜头感 方向键又移动了 问题是感觉这些都还只是教程啊 叫正 奇妙的感觉 哦 真是漂亮呢 并没有办法上下 见证幽默感 哈哈哈哈 你根本就没摔倒好吧 问题是学会了这些之后 你打通了游戏 抱歉这么短 谢谢你游玩 啥 啊 等等 这 什么 哦 他这个 开始什么都没有呢 就是说你要通过这个 你就像是一个AI一样 通过这些东西 让你学会一些这个概念对吧 好的 OK 我还以为他之后能藏着什么隐藏的东西呢 估计他的时间全都用来制作这个棋子的特效 你看这个血量也没有怎么花费 发挥作用对吧 我要试试能不能自灭 来 灭了我 叫阵死亡的感觉 框 没有额外展开 这个倒是可以扩充的一个游戏 那么下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 Tubito和黑暗坏馄饨法师 在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个法师 他唯一的目标是吃鸡腿 他会抓鸟 把鸟杀了 一样大就知道杀了 直到他抓住了可怜的Tubito 我抓住你了 你再重个几公斤 我就 你跑不了的小鸟 我给你施了一个法术 你永远不能再移动了 母哈哈 开局先有A 你不要动啊 你想逃是吗 你走不了 你不要跪脚的 我知道你住哪 你看 我又造了个新笼子 又释放了我的咒语了 你逃避不了你的命运的 结论就是 结果你这只鸡 运动过后肌肉变好了 哇 真是够了 P是什么 他的这个弹跳引擎 物理引擎没做多好 哦 他是不是有攀墙功能啊 或者直接开飞 对 他刚刚这个动画呢 已经用上了 左上并没有什么成就之类的 他一开始就能攀墙 只不过攀墙之后不能往上移动而已 对吧 坏鸟 反正你想跑吗 那我的部下们就会面对你了 哈哈 不能往左走 为什么不疯狂嘲讽一下呢 值得吗 幸亏我还有另一只鸟 哈哈哈 什么 我还以为是要踩死他 结果 他真的只是在这边留的时间很久而已 哇 哇好难啊 好难 安全第一 哎 什么 他的物理引擎 他的物理引擎真的是有bug的 不管了不管了安全第一 就是他攀在墙上的时候 用跳就会向左边疯狂移动 一定要小心不要乱来 看全图 看全图 哦 这根本不是鸟吧 哪有长这样呢 原路返回 原路返回 喂 你们是造笼子和那个的吗 我想要投诉 喂 就是我 不准挂 不准挂 我都不能跳也不能那个呀 哎 有F有开枪的 啊我都忘了 忘了看了 射出种子 种子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要射死 好 哦有有有 好的 这是他正确的设置 只不过有的时候 会动画显示的不太好 所以才让你觉得是滑走 小鸟 这里有免费种子啊 看看全图 哦 我只能有这一个方向 所以只能这样下来 所以只能这样下来 射 那那边就不能沾墙 沾到墙壁的话 它因为有犀利啊 就不行 我只能这样下来 我跳 我跳 射!沒有的嗎 好 到了 天啊 射! 沒事沒事 能看見 反正我也動不了 怕什麼的 對不對 這關這麼長的嗎 看看全圖 意義是什麼 Escape 逃跑 不是 是非 快停一下 求求你停一下吧 我要告訴你 你是遊戲製作比賽的產品 開發者沒時間 做這個能力了 快停步啊 哇 真的沒做好 我不是說了嗎 你下地獄去吧 我吃漢堡去了 好吧 下一個遊戲 這個遊戲的名字叫 Garden Circuit 花園電路 按批鍵暫停 WSAD移動 鼠標來交互 能源 和水 123使用道具 按2 可以換這個種子的類型 葵花和仙人掌 OK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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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能源2 上面還不能走 哦 這邊是取水 種子類型 我現在有一個向日葵 放在這裡 對吧 然後 經常記得補水 水好像到了這個之後就不用了 收集了兩點能量 哦 是這樣一個遊戲 然後又收集到了這個對吧 這邊能夠中 那裡面我上得上來嗎 為什麼沒有跳呢 沒有跳就有點慌 我估計是要把這邊給交好了才行 只能從這回來嗎 這邊居然還有不同的路 我估計這個 這個是採集 開這扇門 對吧 好 橋有了 有了橋可以給這個仙人掌來 對吧 但是缺水的問題沒有解決啊 仍然只能這 滿了嗎 哦 仙人掌好像是可以儲水 是這個意思嗎 身上就可以多帶水 對 水就這個了 哦 是這樣的 但是之後他就沒水了 這個參天大叔真的需要更多嗎 果然是敲開了 上面肯定有其他的劇情 我要 接著來多弄這個 種子 這是不是有點突破上限了 好 這邊不能弄 這邊是由能源換東西 這邊是由能源換東西 對吧 這個灑水壺是換什麼呢 五能量才能換 只需要一點能源 這邊才是真正的花田 對吧 最終需要多少 30 也才30而已嗎 好 我來看這個灑水壺是怎麼回事 一次多少還是怎麼樣呢 水壺和 噢不對 水壺一次能夠那個到了 對吧 一次能灑50個 原來如此 瘋狂種花 這波應該行了吧 先人掌也太神奇了 這是什麼外星生物 好了 夠了 我應不應該帶點種子過去 還是算了 好 Mission complete 找到了總共掉落的種子 有19個 種了45個 去過海裡13次 好的 下一個遊戲 這個遊戲的名字叫Hardscape 新之逃脫 好 選一張牌 點擊選一張牌 新變出一個新 劍 毀掉鎖 它是破壞周圍的 小心 你新用完的時候就會死 這是一個主題分比較低 但是其他不錯的一個 解鎖 生出一個新 一選的時候生出一個新 加入牌組對吧 劍 向所有方向 釋放 弓箭 劍 治療 回復醫學 盾 有抗性的盾 地圖開啟 昆氏 昆氏 昆氏選擇的物品 不知道反不反滑 變是什麼 不是很懂 babyheart 生出一個一血的金 這個是兩個血的金對吧 把金給吃了 把這個再給拿回來 對啊 babyheart就沒有辦法回復了 確實有意思 給個盾 回味道 回味道 斬 被電到了 火吃 吃個盾嗎 回復 對寶寶是沒用的 什麼 電原來是電機的意思嗎 這 這樣哪 對 只有核心連在一起的地方 才能 釋放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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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 北北哈萍應該也可以 對 沒問題 哦 哦 水晶球 手排加一 水晶球 有炸彈 我先把這把劍回收回來 炸彈之後說不定能爆炸 是這樣的 哦 劍會消失 我拖我自己 欸 蛇 啊 手排 加一 好的 好的 盾放在這裡應該可以劍 對 沒錯 劍回來 攻擊 攻擊不多 手排接著加一 劍把劍傷了 為什麼 拼什麼 為什麼 拼什麼 對 這個是被劍倒的 並不是他本身弄掉 好 腐壞之星 出一個星 但是手排簡易 這個呢 還是就用弓箭試試吧 手排永遠最多是最好的 這個不知道能不能用什麼方式來弄掉 分式回絕 杯杯哈 因為電的緣故啊 盡可能 不過好像弓箭其實意義也不大 哦 這邊路就擋住了 水晶球 假裝回水在手 一鍵 好 把這條路給擋住 對吧 OK 馬上就要到了 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被被 自裂 通關啦 啊 你要說從頭開始 什麼也沒有的話 勉強也說得上 但是這個主題確實 好的 下一個遊戲 這個遊戲的名字呢 叫 毛 這個呢是一種 打牌的遊戲 打牌的遊戲 它還挺複雜的 也不是說挺複雜 蠻難解釋的 是怎麼說呢 就是 你要按照一個規則來棄牌 但是規則不告訴你 你只知道 你只能靠自己就是出牌怎麼樣 然後這個主持人告訴你啊 可以了 你接下來可以把什麼牌拋掉了 之類的 反正蠻複雜的 規則一 數字 怎麼操作來著 一 我按了一 是往左 二是跳 三是這個 有四嗎 不知道 也就是開始你什麼規則都沒有 六 你要靠這個來慢慢發現對吧 比如說 刺是要死人的 好 規則二 小心你的頭 哈哈 撞到任何東西都會死 反向馬里奧 這樣的話就要先跳 然後再這樣對吧 好 這我有點擔心啊 我先來 推右邊吧 這裡應該跳得上去對吧 不 那邊估計還有一個 先上去才行 好 不能連推兩個馬 上 好險 好險 是 卡在這兒了 啊 八個 是八個 哦 我好不容易 我新回憶了 好 这回没事了 天呐 第三条规则 有不同 啥 就是它切换有菜没菜对吧 还是纯粹的时间 不知道啊 哦不对 我知道了 是必须按顺序不能连着按同一个键 你按过了左之后必须要按右 是这样的 连着按两个不同相同的键的话就会死 之前是没有这个规则的 现在是增加出来的规则 好吧 因为我没有办法显示自己的按键 哇 这样就不能急停了 这个要自己控制住还是蛮难的 因为这类游戏一般来说你都是要靠左右微操 来调整一些站位的 尤其是这种会磕脑袋的 好 规则是 规则是 把你兔子 对 需要先把它推过去 再过来 再过来 天哪 好险刚刚犹豫了一下 我不想玩下去了 太辛苦了 怎么上面啊 有子弹 好 总而言之 啊 这样一来就卡住了 不过无妨 我估计这样也是行呢 不过无妨我估计这样也是行呢 上 上 不对啊 诶 什么 为什么时间过久也会自动死的 我什么键也没按啊 也没说有十键啊 好烦啊 这样我连仔细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糟糕 诶 神 我按的是右边啊 这也太难受了 莫名其妙的死掉 要把紫色的弄开 蓝色的关上 哦 不能碰到紫色的这个 懂了 这下明白了 我们要做的是 先在这边 好的 先把蓝色打开 把紫色动一下 上 为什么 按一个键太久也会出是吗 没有的吧 真的有 真的有 把这推到这儿 是 我明明是起跳的怎么会死的呢 绝对有问题 这个规则 出事 好 你看啊 我是往回走的 往前走怎么会死的呢 这绝对有问题 不完了 我已经知道怎么过了 就是 先把蓝色的按住 然后再把紫色的推开一次 右边那个就会掉在蓝色的那个平台上面 但是因为现在操作肯定有问题 所以我不打下去了 有人提到了这个bug 据说是144屏的这个显示器呢 就推箱子的时候经常会有问题 60赫兹就可以了 我不想这么玩 不想为了玩一个游戏 就改我自己的这个刷新率 据说呢 是因为什么Delta计算 它没加 所以呢 有的时候就会出问题了 我很生气 我们下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 LOTO啊 怎么上来是黑屏呢 诶 什么猫猫 哦 诶 哦 等一下我去看一下操作 按空格键开始游戏 是的 通关啦 星星在这里 这是什么 啊这都是刺对吧 问题是猫猫在哪呢 他哦 我知道了 我先来试试这个 不在这儿 有猫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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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我把自己堵的太开 没有办法把猫猫放在正确的位置了 对它这个游戏意思就是 你不知道顺序 哦这个 这个就符合逻辑 符合主题的逻辑来说 太神妙了 这是什么 你得到猫猫之后 还必须 诶 神 可以去除一个 哦 这些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猫猫出现了 可是没有落脚点 好有落脚点了 但中间还是不够 没有更多落脚点吗 这是移动平台 只能认输了 重新开始本关 怎么还321的 这和321根本没关系好吧 哦有一个落脚点了 把这个弄掉 你看 它这个顺序也是随机的 嘿嘿 这次脸就不错 这个你就需要考虑 尤其是先出星先出猫和先出平台等等之类的 最理想是这边有个方块对吧 那之后就只要猫在某个地方就行了 这样的话呢 就需要跑 这是什么东西 没有猫猫不能开始 这是弹跳球吗 还是大眼珠之类的 在所有的这个能够站立的地方上面按 猫如果是在上空的话 下坠途中应该还能操作一点 但是 猫猫毫无提示也太显了 这这比俄罗斯方块和俄罗斯方块啊 这个真的是真随机 因为是真随机所以现在有点麻烦了 猫的体积 猫的体积 那就只能本关 你看还有几条命对吧 完美关卡三 哦 他这个还是需要拓展的 目前来说太那个了 有点过了 有点过了 哦 直接过关 这个刚才呢就是可以看到下一个是什么 对吧 什么 开局猫猫 那我往下 往上一点 好 这边有一个平台了 我觉得他应该最好有一些保险机制 对吧 就是 有的时候不能让你一下子就卡死了 当然 有些规则也需要你自己去研究才行 这里有个移动板了 我可以差不多把东西放在这里 往上一点 这里有个平台 靠这边的话应该能够过来 那么可以往左边延伸 哇 这个 难受啊 不知道蹦不蹦得到这个位置 从这里跳应该是行的 有炸弹 炸一个什么呢 把这个炸掉比较安全吗 这 如果这是个刺的话就不行 所以不要 他还真的是固定呢 我过关了 强 从天而降的猫猫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激光 不太妙 那么我放个东西在这挡住他 直接是空的吗 还是怎么样 我都不知道这个圆的是什么 猫猫在这的话是有机会的 这是技术平台吗 原来是现实 而且好像也会把这个给挡住 炸他 我把猫猫 尽可能往这边几个位置放一放 因为能直接坠落的话就可以直接过关了 哇 这又是什么吸取 诶 死了 这是蹦床吗 还是什么 这又是什么 有点像Celeste里面的那个什么可以冲刺的 游泳猫猫 我来看看 是不是瘫痪 是传送门 什么 这个是减速的 我觉得 他这个 弄完之后就完全不能改这一点还是比较那啥的 他如果要做成一个确实能玩下去的游戏 自带一点平衡的话呢 就 或者 也不是或者吧 因为他这个未知的要素确实蛮重要的 好 过关 过关 我现在是站在这个上面 好过关了 OK 这是第几关啊 第七关总共几关 对啊根本就没有关卡 因为是纯随机的对吧 我们还有几条命啊 还有最后一条命 猫不是该有九条命吗 不过这游戏要是九条命的话 确实会很难受啊 神 这不是开幕雷鸡吗 而且 星星在哪还不知道 把这眼睛给弄了 不能把它放得太近 因为太近了如果是菜的话 等于我们就死了 星星在这儿 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机会 我这得有 是十线 过 好的好的 这个游戏就有一点点可惜 因为它等于是一个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它是一个 proof of concept 不能够真的当成这个 一个能够一直玩下去的游戏来玩 你就是看到了 惊叹一下啊 可以了 就这样 它如果真的要做成一个 就是能够玩下去的游戏的话 还需要打磨 而且不能纯随机 真的完全纯随机的话呢 就 没有玩的意义了 对吧 好的 我把星星弄出来 摘星星给你啊 星星在哪里 这又是什么东西 奇怪的东西 可是都是这个激光眼睛啊 我觉得没机会了 东西也太多了 感觉是反重力之类的 星星在这儿 那我需要一个能够站在他这边的落脚点 这个只有两秒是不够的 一秒就更夸张了 好吧 没路可走了 就这样吧 对 会上下颠倒 哦哦哦哦 哦 居然还勉强有一点点 能够 好像 仿佛要过了的感觉 哦 哦 哦不行 超出上面也会死 好吧 那就没办法了 而且这个关卡其实并不能保存的吧 所以就没有意义 要找个很好的时间点 说不定有歇实的机会 因为它是随机弄出来的 所以并不一定肯定有解 这也就是这类遗憾 游戏比较遗憾的地方什么 好了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试试看 说不定你也能编出一个很夸张的观察